接下去的阅读测验是娱乐片 我们要介绍一篇文章是魔术表演的 全世界有很多非常有名的魔术师 我们来看一看这些文章在讲些什么内容 An illusionist is a type of magician who appears to perform surprising, spectacular and sometimes dangerous traits 他说啊,这个illusionist 这是魔术家或者是施以幻术的人 他是一种magician magician就是魔术师 好像不魔术一样,会施以幻术 who补充说明了,这是个关系子具 who appeal,他们怎样 appear出现 to perform,要来表演 表演surprising,很令人惊讶的 and spectacular,很稀奇的 很壮观的 and sometimes,有时候呢 是表演dangerous trick 很危险的那些魔术,把戏 这样子 trick可以当魔术,也可以当把戏 所以有三个形容词,那我们就会用and来衔接 反正第三个形容词就要加and 我们看下去,这个就是来定义 魔术师是什么样的一种人 when watching such attractive and mysterious magic show when,这个是分词结构 有没有看到,没有主词 如果以后看到连接词出来,马上就ing 或者是连接词出来,后面就ed的过去分词 那我们就了解到了,这前后句子的主词是相同的 你要快点找后面句子的主词来判断 后面句子的主词就是the audience 是观众 当看这一些attractive,是吸引人的 and mysterious,很神秘的magic show 魔术表演 观看,谁观看啊 当然就是后面的主词,audience 所以当观众在观看,那么如此吸引人 如此神秘的魔术表演 那么观众们通常都会问ask the question 他会问这个问题 How did they do that? How是表示方式,方法 他们究竟用什么方法来做到那样子的 do that就做那样子的事情,就是变魔术 怎样做到的 观众都会在问 Here,这里就要开始介绍一些 这个主词知名的魔术表演了 Here are several choices 下列是要介绍几个魔术表演 好了,这个地方 同学可能会看不出来句子结构了 for which 什么时候用这个for which for是代表什么 怎么来的呢 好了,我们到这边介绍一下 which是关系字句 关系单名词,它是代替前面的choice for是因为这个魔术 主词在那边 这个for你知道配合哪一个字吗 配合这个,become famous for become famous for 同学应该有背过这个片语嘛 be famous for 是以什么注明 那加了一个for which 那加了一个for which就代替这个魔术 那就是以这一些魔术而举世 出名的意思 后面说主词 这一些魔术师在下面他就会介绍出来了 这些魔术师啊 变得 举世出名了 就是 全世界都知道他的名声 名字 他就是靠的这一些魔术 around the world around the world 就是在全世界 那这些魔术师呢 都变得很出名 就以这一些变得魔术 而举世出名的意思 所以这个for 有时候会用in 有时候会用on 有时候会用off 那这个介绍词 一定是跟后面某一个情况 是相连接的一个片语 下一次碰到这样子的一个文章 你要这样子去解读 这些词 要跟后面的某一个字 或者是什么动词啊 形成一个片语 好 提供给同学了解这个观念 现在我们来做第一题 According to passage 根据这个段落文章 How did people usually respond 这个是考你 人们通常会做出如何的 How是如何吗 Response反应 对于他们的表现 魔术师的一个表演 一般的民众会如何做出反应 他们看到这个时候 马上会反映出什么 After watching magic show 好 看完魔术师表演 你看观众会有什么反应 我们看A是说 They thought about Thought about是想到 哎呀 一看到这魔术表演 这个人们啊 观众就会想到 魔术师的安全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The imagine 观众就会想象 The world 好 这个世界 什么世界 in a brand new way in a brand new way 所以就是以很 这个崭新的方式 崭新的方法 来想象这个世界 用新的最新的角度 来想象这个世界 第三 The figure out Figure out就是了解 他们观众就会了解 Why 为什么这些人会变成魔术师 好 魔术师 第四个是 The wonder Wonder就是想要知道 他们就很想要知道 好 这些魔术师是 如何这个 做出他们的魔术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 变得那么的这个迷人 那么的令人惊讶的一个魔术 好 他们会想要知道 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这个才是我们正确的答案 因为前面有讲过了 观众只要一看到了 马上就会问这些问题 How did they do that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你看 文章都有了 好了 OK 这个就是第一段的一个解说 我们先讲解第二段的一小部分 第二段呢 就是要来介绍三位 举世出名的魔术师 那么因为文章比较长 老师把第一个部分先切到这里来先讲解 第一位要介绍的魔术师呢 叫做这个叫做这个是他的名字 下面豆点 豆点这个就是补充说明的 主词在 Herry Houdini 动词就是在后面的 这个词 这个词 这个词法 escape 是逃避 逃避 逃跑的一个 act是行动 好我们来介绍这个大方向 好我们来介绍这个大方向 他是专门这个表演什么逃脱的那种技术 Houdini 呢我是actually actually 实际上呢他是一个expert专家 at handcuffsat handcuffshand handcuffshand是手 cuff是烤起来我们就hand cuff就是手铐 他是一个手铐的专家 你怎么用手铐 靠住他都没有用 他很快就可以打开 加续来看 with his hand handcuffed and chained 哎呦这个写法非常的棒 这个是表示附带情况的 with是一个介绍词 他是表示一个附带的情况 也就是说啊 他的手是怎样hand cuff的 是被手铐靠住的 并且chained被链子绑住的 好 with就是在这个情况下 在文法的分词结构里面 就会有这样一个with的用法 with后面将名词拿在家 批批过去分词两个 这个是很棒而且很不容易了解的一个分词的片语 他的手呢 这个情况是在这种情况下 他的手被靠上手铐 而且被链子绑起来哦 he houdini would often 常常能够jump into rivers 手铐靠住 然后又链子绑住 绑住他全身哦 然后呢 马上他就常常可以跳入河流 跳到河里面去jump into long enough to 哇在那边河里面呆了很长的一个时间 长到enough to 在河里面的时间 很长 哇时间长到足以怎样啊 enough to 足以create 创造出一种suspense 一种悬疑 怎么那么久了还没有起来啊 会不会溺水啊 这样子 创造出一个悬疑的气氛 in the audience 好在观众里面 可以制造出一个悬疑的 一个情境出来 哇 手靠靠的 链子绑在身体 然后跳到河里面 待了很久 久到 这个观众都一直产生怀疑了 会不会死在里面啊 等 当观众在怀疑的时候 然后to everyone surprise 令每一个人很惊讶的是 这个surprise是名词 to是介细词 这是一个固定的写法 是令谁感到怎样 这是令人感到很惊讶的是 固定是要用to 介细词一定是用to 所以呢 这个在考题上很容易出 令我伤心也是一样 to my sorrow 令我高兴也是一样 to my pleasure 全部都用to 令人感到怎样的意思 he would screen up 这是be不是春天 当名词是春天 当动词是跳跃 另外还可以当名词是弹簧 我们睡觉的那个弹簧床的那个弹簧 这里是当动词跳跃 他会 spoon up spoon up就是从水里面跳上来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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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间跳出来 头扶上来 waring the chain over his head wake his hand free 然后呢 他跳上来 后面就是补充说明 情况怎样 他投一伸出水面 他就waving waving是什么意思 摆动 这也是额外加进来补充说明的分词片语 一共有两个 我们两界情况 第一个是waving the chain 在挥舞的这个链子 什么链子啊 over his head 在他的头上 就是说 他把链子拿到他的头上 链子就在他头上这样 一直摇来摇去 一直摇摆挥舞着 你看看 绑身体的链子都被我脱掉了 对他摇摇 摇给你们看 并且呢 第二个是waves his hands free 这个waves也是跟前面的waves一样 附带的情况是 他在摇的时候呢 他在摇链子的时候 他的双手是怎样啊 free 手铐呢 没有了 双手是自在的 手铐被他弄掉了 所以变成这个附带情况 所以这个waves是附带情况的 他附带的情况是 双手是空空的 没有手铐了 然后呢 双手在头上面摇晃 摇摆 他那个绑他身体那个链子 你看看 全部都被他搞掉了 太厉害了 好 这就是第一段 Houdini的表演 他拿手的一个魔术 不过呢 Houdini已经是 去世了 所以呢 我们这篇文章 全部都用了过去世 表示 Houdini这个魔术师 已经去世了 好了 第一个部分 我们暂时先讲解到这个地方